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十篇很不系列 至少十五篇国际瑞评等 都是立场姿态的堆积或重复 无论是内容质量还是阅读体验都编辑效益递减 地球上坚持全部看完的有几人 二 太硬 自称习文 全面驳斥 酣畅淋漓 戳穿了美方践踏国际贸易游戏规则的丑恶嘴脸 问题是中方舆论战的主要受众并非国内 如此生硬粗糙 霸气外露 反复强调中方都正确 美国都错误 传播效果会怎样 三 太重 大国发力应举重若轻 只留一个环球时报 作为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宣泄的主阵地即可 何须三个顶尖央眉上阵纠缠如此长时间 四 太老 选题 策划 体材 文风等 都是老一套 让人想起中苏论战时的酒瓶 而酒瓶组织者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会谈时 曾坦率承认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